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目前应该可以说是成为了全球经济的一个主题 那听到这个词呢 不只是每个国家和央行都担心的 连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也会觉得心里会有很大的不安 那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很多经济的理论 但是作为普通的老百姓 其实也可以看到目前的形式很简单 就是通胀下不来 那政府说明了会继续加息 把它打下来 那很自然就会对民生带来很负面的影响 但是不说可能我们不知道 其实我们正在经历的不安来源 居然是政府的一个惊天大骗局造成的 那今天我就想和大家深入去探讨一下通货膨胀这个课题 因为除非我们去认识它 否则我们会对未来的未知一直都有一种不安的恐惧 那透过了解经济这方面的体系 我们才会发现为什么会有通胀 这个源头是怎么来的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但是也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那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看到最后 因为我可以非常肯定 当我们能够掌握这些知识以后 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因为它一定会改变我们未来所做的很多选择 我是法兰克希望透过分享我对澳洲房地产的知识 可以帮助各位投资者做出理性的抉择 第一次来看的朋友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因为我每周都会分享对你有用的一些资讯 通货膨胀inflation是指物价越来越贵 或者更准确的理解是因为我们的货币贬值了 但是在深入探讨通胀之前 我们首先要对我们的货币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听这些历史的东西特别无聊 我以前其实也是的 但是当我对钱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以后 对我很多的价值观其实都起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一下 那大多数人其实都不知道货币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所有的什么经济学家政府啊 银行家媒体都会把它说得很复杂 以至于我们就会觉得反正都听不懂那就算了 但是这个正正就是他们想要的效果 那我会把这个体系尽量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这样呢我们就能看到 我说背后的骗局到底是什么 以及它如何影响到你 每个国家和社会几乎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在创造他们的货币 但是因为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货币 所以我将会以美国作为一个主要的例子 好了那和大部分国家一样 一个政府如果它想要掌权的话 那需要选民愿意去选它 那最简单粗暴就是保证当选之后 它会提供各式各样的福利去回馈这个社会 那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怎么会有免费的午餐呢 而这些政客当然也不会花自己的钱吧 所以呢他们的政纲一定是会要求国家花钱的 而且往往是超出一个国家实际的收入 那就会出现我们经常听到的赤字 deficit spending 而这里就是整个恶性循环的开始了 那没有钱又想花钱 那怎么办呢 政府的玩法和我们普通人可说是牛的多了 为了可以应付赤字的支出 一个国家的财政部或者是国库 是treasury 会通过发行一些债券 也就是bond来所谓的借钱了 那这个债券到底是什么 简单来说 纯粹就是一张欠条 那上面就会说 你借给我100个亿 然后多少年后 我就会把这100个亿再加上利息来还给你 这里我们必须要明白 国家发行的这些债券 欠的这些钱属于国债 那谁来还呢 就是你和我了 还有我们的子子孙孙纳税来还的 所以每当政府发行债券的时候 其实意味着 是把我们未来的钱拿来今天去花 国库就会把这些债券拍卖 让一些很大的银行来竞争 来买走我们一部分的国债 从中他会赚取利息来获利的 但是之后这些银行 又可以把这些债券 卖回给这个国家的储备银行 那在美国 就是我们熟悉的美联储 Federal Reserve 当然了 在这个举动里面 银行又再一次获利 那这里就是很有趣的地方了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逻辑 我们一般人开支票 户口里面如果是没有钱的话 支票肯定是兑现不了的 对不对 那我现在就是储备银行了 你就是这些和我买债券的银行 那我本来是不够钱的 或者是没有钱 但是呢 我就写了一张支票给你 你就把这些债券卖给我了 你也不用管我账户里有没有钱 因为我说他有 他就有钱 而这一张支票也肯定可以兑现的 可以换成货币或者钱 所以当美联储要买回这些债券的时候 就算对应的账户里面是没有钱的 里面永远都是零也好 他也是可以让这一张支票兑现 因为这张所谓的支票 也只是一张欠条而已 各位这里就是一个国家 如何凭空创造了货币 也就是所谓的印钱 只不过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 拿个印钞机去打印而已 那这些银行在收到储备银行的这张支票 他就会把它兑现成货币 那之后在下一次拍卖的时候 又会跟国库再买更多的债券 那理解这个过程其实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可以很严重 国库发出的债券被银行用货币买走了 然后这些债券被储备银行用借条来交换回来了 银行拿着这个支票又可以兑现成凭空创造的货币 然后再去买更多的债券 那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循环 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国家的国库和储备银行 一直在交换这些所谓的借条 银行就是他们的中间人 每次交易都会重重获利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货币被创造出来了 而且每一币交易都会产生利息 所以是越来越多 而一直重复的情况下 银行就会不断的被养肥了 那国债越来越高 最后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来买单了 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储备银行手上 会持有越来越多国库发出的这些债券 而国库的手上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货币了 那注意这里我用的词是货币 并不是金钱 因为真正的金钱是可以长时间保持它的价值的 但是自从货币和黄金脱钩以后 我们的钱只能算是货币的一种了 不过这个以后我会有更多的视频去讲解 但是简单来说 国库现在积累的钱 也只不过是一堆数字而已 那国库积累的这些钱呢 接下来就会分流到不同的政府部门 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执政党 就可以用这些货币做它想做的事情了 比如说搞一些基础建设 疫情时候派钱的行为 首次之业优惠啊 给医疗系统的资助 甚至拿去打仗的经费也可以 所以钱就会分流到各行各业 而最终才会分流到底层的政府员工 承包商 军人 医护人员以及我们老百姓 那我们作为劳动的人口啊 打工赚到工资以后 一般很自然都会存到银行里面 那到了这里 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 当我们把钱存到银行的时候 原来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安全的 我们实际上是把这些钱借给了银行 因为银行在收到你的存款以后 几乎可以说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比如说啊 拿去投资股票 或者是以贷款的形式 借出去给别人来赚取一个利润 我们要知道银行最终极的目标永远都是要赚钱的 那这里也是我们的货币啊 为什么会一直贬值的那么厉害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对他们银行的体系 有一个叫做部分储备金的制度 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 那简单来说就是允许银行在收到你的存款以后啊 只保留你存款的一小部分 然后把剩余的借出去 每个国家对于这个可以借出去的比例可能都不一样 但是呢我就先假设是10%来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今天到银行存了100块钱到你的账上 那账户就会显示里面一直有这100块钱 但是实际上银行是合法的 可以把里面的90块钱借出去 还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那留着这10块钱的用意就是万一你想要提款 拿一部分出来花那银行不至于没有现金对不对 那既然有90块钱是借了出去给贷款申请人的 那为什么你的账上还是显示有这100块呢 这里又是之前我们说到借条的道理了 只不过这一次是申请贷款的人写了一张欠条给银行 那银行呢就可以拿到信用credit的形式借出去了 所以你的这笔存款还存在 也是为什么我们说银行是用你的钱去赚钱 我还记得以前我刚刚在银行工作的时候 看到银行会把这些借出去的贷款会列为他们的资产 asset 那我当时一直想不明白 借出去的钱不应该是负债liability吗 那后来才想明白 原来这种稳赚的交易确实是属于银行的资产 但无论如何最终其实都不是钱 只是一堆数字而已 那虽然这些数字只是在银行的电脑系统里面出现 但是它同样是属于流通的货币 所以等于说现在在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实际上是有190元了 那一般人在申请贷款普遍都是拿来买商品了 最常见的就是买房买车之类的 那现在这个人拿着贷款出来的90块钱去买一套房 最终就是卖家收款了 这个卖家同样会把收到的钱存到他自己的账户里面 那他的银行同样也会把90%借出去 同样因为有信用的缘故 他存在银行的钱账面上当然不会减少 但是外面流通的货币又增加了81块 等于说现在整个市面上有271元的流通货币了 这个过程会不断重复在不同的消费者和卖家 还有银行身上在这个10%的比例下如果一直重复下去 从一开始的100块钱存款最终会创造出有1000块的流通货币 是原先的10倍 那现在有些国家要求的这个银行储备比例甚至不到10% 有3%到5%左右的 那如果一开始这个存款不是100块钱而是100万呢 而且经济里面有几百家甚至几千家的银行 那大家可想而知我们的货币是如何迅速的增加了 听了以后是不是觉得很荒唐呢 但是这个正正就是我们绝大多数货币供应的来源 那实际上92%到96%的流通货币并不是由政府创造的 而是来自于这个银行的体系 那既然货币大量被凭空创造出来 物价就很容易膨胀了 这个就是通货膨胀的来源 通胀的真正定义是货币供应量扩大造成贬值 物价的上涨只不过是通胀的症状而已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所谓的货币供应了 国家只不过是把债券左手换右手 银行在电脑上按几个按钮 就是这样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好像很不靠谱 钱为什么越来越不值钱 因为根本没有了最基本的价值 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工作就是为了赚取这些所谓的钱 我们要知道真正的财富其实是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生命 但是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汗水 心血 时间来换取这些数字 那最可笑的是什么 各位 就是我们努力工作换来的这些数字里面 还要拿一部分来交税 那你可能会以为我们交的税是政府拿来盖学校 盖医院 盖马路的 盖一些有建设性的东西上面 那你会觉得也OK了 但是其实大部分我们交的税 税局最终是会把它交回到国库 国库就可以用本金和利息来数回储备银行用空头支票换来的债券 原先由国库自行发行的一些债券 国债最终就要老百姓来买单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个人所得税也是在美联储在1913年成立之后 才开始要交的税收 你说怎么会那么巧呢 而这个也是我所说的人生里面最大的骗局 而明知道它是骗局也没有办法避开 因为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根本就没有办法可以逃得掉 因为最终我们的所谓财富是被掌握这些体系的人慢慢的吸走的 而这些债务是永远不会停止 也是永远还不完的 所以基本上过去每一种货币都会有自爆的一天 然后又会有新的货币来取代 现在政府担心的不只是通胀 更担心的是大家不借钱了 因为这样等于说它没有渠道可以凭空创造更多的货币来抵债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情况套用到我们目前的经济情况 政府一方面不希望通胀太高而在加息 而加息却会带来货币的紧缩 那长期下去是绝对会让整个经济崩溃的 国家也是会破产的 所以我们整个体系是需要不断增加债务来维持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说政府不希望房市崩盘 就好像很为投资者着想 他只不过是不希望银行崩溃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借钱来维持货币的流通 继续可以凭空创造更多的钱来抵债 而我相信没有一个政客或者是国家领导人 会希望看到在自己的任期期间国家出现破产的 所以他们也只能一直玩这个游戏 一直加剧这个恶心循环 这个循环最终的结果就是老百姓要忍受自己的购买力 一直在减弱 钱越来越不值钱 通胀的变相就是一种隐形的税收 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劳动力去一直交的一笔税 那如果你还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这是一个骗局 或者是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过于复杂了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它就是要故意搞得这么复杂 老百姓才不会理解 才不会觉得自己是被抢去自己的财富了 这个体系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是很邪恶的 它汇集了劳动人口的财富 然后给到政府和银行 我们经历的经济动荡完全只是人为的 而且是导致贫富悬殊 差距越来越大的最大原因之一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有义务 要尝试简单易懂的和大家分享呢 因为我自己在知道了这些之后 对我的人生观其实起了很大的改变 我会觉得既然我们没有选择 必须生活在这个体系当中 那我们就要知道玩这个游戏的游戏规则 我从做YouTube以来看到过不少的留言 里面都会说 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技巧 安分守己努力的赚钱 买一套自己满意的自助房 自己的家不就够了吗 搞什么投资呢 那我不能说这些人是错的 但是这个真正就是操控财富的这些人 最希望看到的 他们希望看到是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穷人就一直穷下去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保障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后代 不再成为这个体系的奴隶的话 我们需要装备我们自己的知识 当你还在想下一次买房应该买在哪个区之前 或者是买哪一只股票之前 先停一停想一想 因为我觉得首先最值得投资的是我们的这里 阔阔了自己的知识和思维 我们的人生呢才会走得更有意义 那如果你有买房投资的需求 但是呢不是很确定 接下来怎么为自己规划 欢迎你把你的情况以及联系方式 发邮件到这个邮箱 或者叫我住所的微信 我们会尽快给你回复 看看怎么样可以帮到你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点个赞 我会继续用心做每一期的视频 和大家继续一起进步 那记得适合其他人的投资方案 不一定适合你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